嗨,我是寶可夢 今天呢要來跟大家聊聊 所謂的行動支付 這個行動支付大亂鬥 非常的有趣 因為我發覺就是現在 其實大家可以在百貨公司 或者是很多的小吃單上面 都可以看到這個所謂的 LinePay 悠悠婦啊,接口啊 還有這個所謂的拍錢包之類的 那你們一定很想要知道說 這到底,這中間有什麼差 那我這次時候興起了一個 這樣子的idea 就想說那我來做一個全系列的介紹 讓大家能夠就是 從一而終就是一個很完整的介紹 來瞭解就是台灣有哪些 行動支付,然後又有哪些 有趣的活動 又會可以玩,你只要了解這個原理 之後接下來其實 一樣通,樣樣通,這些你都可以理解 這樣子,好,那我們 事不宜遲就往下看,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今天的重點是所謂的悠悠婦 天龍之父,先從這個所謂的 呃,悠悠卡 悠悠卡公司這個最大的 這個產品來介紹起 所以我們就是來聊聊 這所謂的天龍之父 這非常的有趣啊,這名字 感覺起來就是很像不可一世一樣 那悠悠卡當然是 本來就是市場上的老大哥啦 只是說,嗯,因為他推出這個所謂的 電子支付比較晚一點點,所以 他現在的市占率就比較低一點 所以像那個,特別市場 就是在那個市場上被質詢 也是很慘啊,就是被叮這樣子 好,那 來聊聊我們今天的悠悠婦的重點整理 第一個,什麼是電子支付 好,那跟第三方支付有什麼差別呢 稍後會做介紹 第二點,悠悠婦要怎麼使用呢 好,這個我們也會有簡單的介紹 第三個就是,現在使用悠悠婦 有什麼好康呢?或者是 你這些好康資訊 要去哪裡做這個搜尋呢? 好,這個稍後也會介紹 好,那我們就事故意識 進入我們的第一個重點 就是,欸,到底什麼是 電子支付呢? 好,這個電子支付跟 跟第三方支付到底有什麼差別呢? 好,那我覺得最大的差別 其實就是所謂的轉帳功能啦 因為所謂的電子支付就是說 它可以跟你的這個銀行 做綁定,然後你的錢呢 就可以從銀行的帳戶 轉到你的電子支付裡面 那麼,在你電子支付裡面的錢呢 你也可以轉給你身邊不同的親友 好,像,呃,我有時候就是 需要轉帳給我們粉絲朋友嘛 好,中獎了 好,除了銀行的轉帳之外 其實也是可以用這所謂的 行動支付轉帳 講錯了這個所謂的 我們的電子支付轉帳 包括這個iCash Pay的部分 iCash Pay我記得今年年初的時候 我有舉辦活動 然後就是讓他們來參加活動 然後得獎之後 我就是從我的iCash Pay 把錢匯給他們 匯到他們的iCash Pay賬號裡面去 只要有他們的這個戶頭號碼就可以匯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所謂的電子支付 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因為我們如果在電子支付這個平台裡面做匯款 其實是不會被收取額外的手續費 這個比我們在外面用這個所謂的銀行帳戶轉帳呢 其實是可以省下更多錢的 所以它的重點呢就是在 可不可以做轉帳 或者是提領這件事情 如果是可以進行這個所謂的人跟人之間的轉帳 那麼其實它就是所謂的電子支付 因為它已經有跟銀行的帳戶做綁定這樣子 如果你是可以轉帳的部分 那麼它就是電子支付 如果你不能轉帳的部分呢 那它其實就是所謂的第三方支付 比如說像LinePay 我在後面這邊有講到 就是我們先來聊聊這個所謂的電子支付好了 這個等一下第三方支付呢 我再來簡單的介紹一下 電子支付其實就像是 悠悠富、LinePayMoney 然後iCashPay跟接口支付 其實它們都是有電子支付 執照的業者 那麼在進行實名認證之後 這所謂的實名認證呢 指的就是說 你要提供你的身份證 給這些平台業者 讓他們來確認你的資格 而不是所謂的一個仿貌的一個假的人 這樣子 確認為本人之後呢 你就可以跟你的銀行帳戶進行聯動 那這中間當然也會跟銀行接觸相關的資訊 確認是本人之後 他的帳戶全線才會開通 這樣子 然後來進行儲值或者是轉帳的動作 那最簡單的例子就是 那個三年前的時候 那個LinePay一卡通 剛開通這個帳戶的功能 跟這個接口 有開通這個所謂的 轉帳發紅包的活動 所以前年跟大前年的那些 過年的時候大家都瘋狂的就是 發紅包啊瘋狂的去網路上找說 有哪些名人開始在發紅包這樣子 所以他可以用這個所謂的 比如說借口支付或是 來配卡通來進行收款 就會非常非常的有趣 而且非常的熱鬧 無際我那時候好像 收了將軍令啊 然後還有就是那個 那個什麼 接口的執行長嘛 他也那時候也有在隨機 就是過年的任何時間 就是隨機發紅包 所以大家就是瘋狂關注他們的 這些粉絲頁 然後如果有任何消息 就是大家就瘋狂的 就是傳出去給身邊的親友 大家就是一起來搶錢 這真的是非常的好玩 所以這就是所謂的 電子支付帳戶 很有趣的一點 這也是跟大家分享這樣子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剛剛沒有講完的 第三方支付 像LinePay其實是啊 因為它就是 你可以用這個東西來做 這個所謂的支付 但是你沒有辦法就是 可以從那邊收人家的請 跟轉帳出去這樣子 像藍星科技的 NewPay或者是 風掌櫃 雅虎奇摩的輕鬆付 或是濾界科技的 EasyPay 這其實都是 最簡單的一個概念 其實就是說 寶可夢不是會在 那個每週四晚間的直播 都邀請大家來做斗內嗎 這個盲斗的部分 其實使用的也是 濾界科技的這個平台服務 那平台服務要收2.75% 其實也是蠻高的 然後如果你有就是 斗內給寶可夢的話呢 我會在就是 系統上面看到你 你盲斗的金額 但是需要7天之後 也就是等到 你的信用卡公司已經付錢了 然後這邊 綠界已經收到錢之後 錢款入賬 我才有可能把這個錢提出來 所以它其實是有一個 第三方托管的功能 這就是所謂的第三方支付 所以它沒有辦法就是做到就是 你就直接用這個平台來轉帳給我 這是不行的 所以這就是第三方支付跟 所謂的電子支付之間的差異 好 所以這兩個看完之後 你大概就會比較清楚說 這中間大概差異是什麼 就是一個是跟銀行的帳戶有聯動 一個是沒有 一個就是刷卡就可以了 好像萊培也是這樣子 好 那再來的話呢就是 你應該還有很熟悉一個東西 因為有悠遊賦馬 那就有悠遊卡 那悠遊卡這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上面寫的 它就是電子票證 電子票證很簡單 就是你只要有一張這個卡片 那麼你裡面有錢就可以去搭公車 或者是你去便利商店買東西 其實都可以用這個東西做支付 所以電子票證就好像是悠遊卡 一卡通愛金卡跟有錢卡等等 這些都是電子票證業者 就是四大電子票證業者 那試占率最高一定是悠遊卡 所以就是幾乎北中南很多地方都可以使用 那一卡通的話就是南部起家 然後慢慢的就是 中部北部都有越來越多通路可以使用 愛金卡的部分就是讓你 最主要是在統一集團的通路 比如說小七或者是康氏美等等 或者是星巴克 就可以就是還有家樂福 都可以在這些地方就是進行消費 然後可以累積點數啊之類的 所以其實這個iCash也是很好用的 那有錢卡最主要就是在那個遠東 遠東百貨搜狗之類的通路 百貨公司的通路來進行累積點數這個樣子 所以它四個不同的票證都有自己 四個不同的強項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看情況是情況來使用 來A好康 那再來的話呢 其實在最近金管衛他有提到有一些法案 就是他要來希望能夠把這些所謂的電子支付 然後這所謂的電子票證業者 全部都把它統合起來 因為他覺得這樣管實在是太複雜 可能我剛剛講完 你又完全都忘了 有點複雜 所以他想要以後就統稱為這所謂的電子支付業者 我覺得這樣子也不錯啊 就是以後大家就是都一家親嘛 就不要在那邊分來分去 然後就是搞得大家都是搞不太懂這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覺得把它統整化之後好管理 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不然他們的權責單位有時候可能都不一樣 那消費者出事就不知道要找誰來主持公道這樣子 好 好 說不定在我們將來 可見的將來我們放在幼幼幅或是天龍支付裡面的錢 說不定就可以轉到地府支付了 這個也是我覺得蠻樂見其成的一件事情 因為這樣子 其實大家轉帳就不用一直被收手續費了 這是很煩人的一件事情 好你就是 我現在要把錢轉給輝哥 或者轉給CW 然後大家使用的是不同的電子支付 其實這樣轉來轉去都不會被收費 這不是很不錯嗎 但是你還是要特別注意就是 這個電子支付這個平台 它每天有這個轉帳的上限 跟每個月有轉帳的上限 比如說每日轉帳上限是5萬 每個月轉帳上限是20萬 所以你如果要做這個大額的資金轉移 我建議你還是使用這個銀行的系統 然後這樣可能單日最高200萬或300萬 這樣轉來轉去 你錢比較不會就是轉不出去卡住了 這也是蠻麻煩的一件事情 好這是提供給大家參考的 好 那第二點的話就是說 大家可能會想要知道說 這個幼幼幅到底怎麼使用 它跟悠遊卡到底有什麼差 那我也可以在這邊簡單的分享一下 就是去年 我有參加它這個所謂的悠遊先鋒的測試 然後我後來有拿到就是 他們最後的這個贈品 是悠遊卡公司寄給我的 那它這個悠遊先鋒 它找了500個人先來做先行測試 它的意思就是說 它可以在你的悠遊卡APP裡面呢 就是幫你新增悠遊富的功能 那這個悠遊富其實可以綁定你的實體的 一張普通的悠遊卡 那麼你用這個悠遊卡來進行這個消費啊 或者是儲值之類的 它其實就會連動你後面 悠遊富的銀行賬戶來把錢自動儲值進去 這個是我覺得它很方便的一點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說它這個悠遊富的APP裡面 其實也可以進行所謂的掃碼 就好像我們使用LinePay 就是開這個結帳條碼給店家掃 或者是我們去掃店家的條碼輸入金額一樣 其實悠遊富也是可以做到這樣的事情 所以其實都差不多 那重點就是說 悠遊富它的這個所謂的掃碼的這些服務 如果它沒有開通很多很多的店家的話 那其實我們使用上是會比較受限的 那當然目前在市場上面做的最好的就是LinePay LinePay有好多好多的店家 那接口也不少 所以這個基本上就是他們應該是 這個電子支付業者的兩個老大哥在前面 那悠遊卡公司就要再努力一點 趕快趕緊跟上他們 釋出更多的好康 讓消費者才能夠就是 願意去使用他們的產品這樣子 好 那我們回來看看悠遊富怎麼使用呢 其實官方有一個很簡單的說法 就是在這邊 就是你可以在上面做會員註冊 然後儲值金額跟提領金額 轉帳付款 然後B乘車跟生活繳費都可以 那B乘車這邊的話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其實iOS系統 目前他還沒有這個B乘車的功能 比較可惜是拿掉了 那B乘車功能裡面其實也可以綁定這1280的月票啊 甚至是NFC系統的這個所謂的手機 其實就是可以直接不用開條碼 就直接這樣子BB感應就進去了 那目前因為受限於這個 iOS的系統 就是Apple的手機還不能夠使用的原因 是因為這個美國那邊的蘋果 他還沒有授權我們台灣的這個優卡公司 可以像我們使用西瓜卡一樣那麼方便的 就直接就是手機靠近就可以直接過去了 那因為他們有開放這個所謂的MFC功能 所以我們現在都還不能夠使用 就有點類似是半英格的狀態啦 很可惜 所以我也希望我們台灣的優卡公司 趕快就是有利一點 然後去跟美國的Apple就是申請 爭取有這樣的福利 那這樣子我們大家以後就真的是手機就可以直接 就是靠近B一下就過去了 那當然這樣子我們行進的速度會更方便啦 我是期望有一個這樣子的未來 那我們當然也可以來看一下就是說 誒那個 他的優卡公司他其實有自己的網頁 這網頁裡面其實有很詳盡的一些介紹 包括這現在就是他的主頁 我在下面帶大家簡單看一下 就是你會發現他寫了一些就是誒 你的悠悠卡可以做些什麼事情 包括就是逼悠悠的這個部分 剛剛講到了 逼乘車 那麼你就可以就是用來綁定你的卡片 並且使用U-bike 這是還不錯的 然後我們先來這邊往下看一下 這個他基本的有一些不同的優惠 我看一下 功能說明的部分 他有很多 像會員註冊的話 我覺得如果你有興趣 你其實在這邊看一下 然後就可以使用 很簡單 就是你下載這個悠悠卡的App 之後你就選擇什麼 儲值或付款或是收款吧 這是隨便一個 然後接下來就是按照下面 往後的去設定你的使用者代號 跟密碼之後呢 確認沒有問題 那就可以完成開通了 完成開通之後 你要選擇綁定信用卡 或是綁定銀行帳戶 都是OK的 所以我覺得他的操作上 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的複雜 那麼他這下面其實有很多的教學 比如說儲值或者是提領的部分 或者是付款 這下面都有一些簡單的 那B層車比較特別就是我剛剛講過 他其實是指限定這個所謂的Android系統 所以IOS系統還沒有辦法開放 這是比較可惜的部分 所以像他這邊寫的快速儲值 或者是說1280的定期票這個部分 其實就變成是我們比較難用這個手機 就可以進行購買的部分 因為他這個是有合作的 就等於是你要有B層車這個按鈕之後進去才可以 那租借U-Bike也是一樣 租借U-Bike你選擇這個B層車 裡面進行這個所謂的使用方式說明的介紹 就可以來進行綁定 那麼綁定完之後呢 其實你就可以直接去Yoyo卡 應該說去U-Bike那邊直接就租這個所謂的U-Bike 我覺得這也是還蠻方便的 那比較可惜的就是我們這個IOS系統都沒有 那這個部分我是希望能夠更好 最後就生活繳費啦 其實我們也知道 My Pay Money 這個地虎支付都有繳費了 那天龍支付怎麼能沒有呢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繳停車費 自來水費 醫療費 汽機車的路邊停車費 便室車牌或帶繳帳單之類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 他可以提供的服務將來是會越來越多啦 那只是說因為他才剛上線而已嘛 所以可能有很多地方是不盡如人意 像我們早期在使用接口支付 或者是這個Line Pay卡通的時候 大家也是罵翻的 那是他們這一兩年來其實都越做越好 所以我覺得大家也可以給Yoyo付一點時間 讓他們把自己的產品變得更好 然後我們就有更多更多不同的選擇 如果現在只是因為他剛上線做得不好 然後就狂罵他 我覺得沒有給他成長的機會就有點可惜啦 所以這個就是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我們再繼續往後回到我們這邊往下走 Yoyo付有什麼好康呢 我覺得很多時候我覺得大家要注意一點就是說 當有新的產品出來的時候 你最好是第一時間就上車 因為第一時間優惠永遠是最好的 簡單舉例 像我們的Yoyo付這一次的這個上線 三四月上線的時候 就是封測結束開放大家一起來的時候 他有邀請好幾間銀行來進行這個所謂的綁定 優惠最好的其實就是第一銀行的Yoyo數位帳戶 你只要綁定就直接送200 我覺得這真的是還蠻佛心 他是所有同期的參加活動的銀行裡面 門檻最低而且回饋就是主數無上線的 所以你如果有在三四月甚至去年就有使用 Ileo數位帳戶的朋友 有上車跟團的朋友 那麼你現在來就是那個時候來進行解任務 那你其實還可以多200 我覺得這都是應該要賺的好嗎 因為這個活動好像到五月底就結束 結束就沒了 現在六七月都沒有啊 就是沒有到當初想的這麼好的一個回饋回來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可惜的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有看到好康在第一時間發佈的時候 就一定要上車 那現在到底還有哪些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目前有合作的銀行 有第一銀行 彰化 台北富邦 國泰士華 星光 永峰 台星跟中國信託 那目前我查到六月底的時候 有活動的部分就是永峰跟這個所謂的星光 我們來看看永峰有哪些優惠 這個他目前的活動是綁定送77到630 七月份有沒有的話 就還要再回去官網去查詢一下這樣子 所以如果您是六月底有看到 剛好也還沒解過這個任務的 也可以就是使用永峰的大戶數位帳戶綁定 那麼完成任務之後可以拿到77塊 除此之外呢 還有另外一個優惠也是永峰提供的 那就是這個所謂的 綁1280的定期票的部分呢 他會再送你80 也就是說你只要1200就可以使用這個定期票 也是一種不錯的方式 但是這個就是從你銀行帳戶去做扣錢 因為畢竟他們的聯動就是要使用 該銀行綁定的戶頭來把錢吸出來 放到裡面去繳 然後才能夠符合這個規則 所以你就是還是需要特別去注意 不是說隨隨便便或者是刷卡就可以解這個任務 也不是 那第三個的話就是這個星光銀行 星光銀行它有一個下載優優富的活動 首次自動儲值送108 就是送的還蠻高的 所以這部分的話大家可以再參考一下 不過它活動也只到630 所以有沒有什麼接下來新的活動的部分 我覺得大家還是要到這個幼幼富的官網裡面去查詢一下 也許下半年度他們又捲土重來 又有一些更好的優惠也不一定 所以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聊的這個所謂的天龍支付 你可以從我們這一集的節目裡面去理解到 什麼是電子支付 什麼是這個所謂的第三方支付 然後最後還有電子票證業者 這三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三個不同的類別 在往後接下來要介紹的mine pay money 然後接口或者是這個我們什麼歐富堡啊 然後拍錢包 其實都有都有類似的一些不同的屬性的東西 所以把這個這三個專門名字搞懂之後 其實你在使用這些產品 你就不會搞不清楚說為什麼這個沒有回饋 為什麼那個不能用什麼的 其實都會迎刃而解 所以我們理解了最正確的這所謂的金融知識之後呢 你就所向無敵了好不好 所以呢如果你喜歡這一集的節目跟影片的話呢 非常歡迎你趕快來就是按下面的訂閱好嗎 訂閱寶可夢的影片 每天都有金融信資交給你 小鈴鐺記得打開來 這樣子的話 這些消息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 那麼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你覺得對你自己有幫助的話 歡迎你幫我按讚留言分享出去給你的親友 讓他們一起來感受天龍之父的魅力好嗎 好我是寶可夢我們下回再見拜拜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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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兩比奇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